创世纪 第三十章 拉杰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就嫉妒她的姐姐。 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要死了。 雅各就向拉杰生气,说,使你不能生育的是神,我能代替他吗? 拉杰说,我的卑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亲近,使他生子归我。 我就可以从他得到孩子。 于是,拉杰把自己的卑女毕拉给了雅各为妾。 雅各就与他亲近,毕拉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杰说,神为我生了冤,也垂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所以给他起名叫旦。 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杰说,我与姐姐大大的相争,我得胜了。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拿福他利。 丽雅见自己停止生育,就把她的卑女西帕给了雅各为妾。 丽雅的卑女西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丽雅说,我真幸运,给她起名叫加德。 丽雅的卑女西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丽雅说,我真有福气,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雅舍。 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刘本出去,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枫茄,就拿来给他母亲丽雅。 拉杰对丽雅说,请你把你儿子的枫茄分一些给我。 丽雅回答拉杰,你夺去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 你还要夺去我儿子的枫茄吗? 拉杰说,好吧,今夜就让他与你同睡,来交换你儿子的枫茄。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间回来,丽雅出去迎接他,说,你要与我亲近,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枫茄把你顾下了。 那一夜,雅各就与丽雅同睡。 神垂听了丽雅的祷告,丽雅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丽雅说,神给了我仇报,因为我把我的卑女给了我的丈夫。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以撒加。 丽雅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丽雅说,神把美好的礼物送了给我,这一次,我的丈夫要抬举我了,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西布伦。 后来,丽雅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 神顾念拉杰,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能生育。 拉杰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说,神把我的耻辱除去了。 于是,给孩子起名叫约瑟,说,愿耶和华再给我一个儿子。 拉杰生了约瑟以后,雅各对拉班说,请你让我走吧,我好回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故乡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都给我,让我回去。 我怎样服侍了你,你是知道的。 拉班对他说,我若蒙你赏脸,请你不要走,因为我得了神旨,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是因你的缘故。 他又说,请你订你的工资吧,我必给你。 雅各对拉班说,我怎样服侍了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情形怎样,你是知道的。 我没来以前,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大大的增加了。 耶和华随着我的脚踪赐福给你,现在我什么时候才能新加利业呢? 拉班问,我该给你什么? 雅各回答,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要你答应我这一件事,我就继续目放看守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凡有斑点的羊,黑色的绵羊和有斑点的山羊都挑出来,作为我的工资。 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资的时候,我好对你证明我的公道。 凡在我手里没有斑点的山羊或不是黑色的绵羊,都算是我偷来的。 拉班回答,好吧,就照你的话去做。 当日,拉班把有条纹和有斑点的公山羊,有斑点和有白纹的母山羊,以及所有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自己的众子手里,又使自己和雅各之间相聚有三天的路程。 雅各就目放拉班其余的羊群。 雅各拿羊树、杏树和枫树的嫩枝子,把树皮剥成白色的条纹,使枝子露出白的部分来,然后把剥了皮的枝子插在水沟和水槽里。 枝子正对着来喝水的羊群,羊群来喝水的时候,就彼此交配。 羊群对着枝子交配,就生下有条纹和有斑点的小羊来。 雅各把羊羔分别出来,使拉班的羊对着这些有条纹的和所有黑色的羊。 他为自己另组羊群,不把它们放在拉班的羊群中。 到了肥状的羊群要交配的时候,雅各就在羊群的面前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它们在枝子中间彼此交配。 但当瘦弱的羊群交配的时候,雅各就不插枝子。 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状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变成非常富有,拥有很多羊群、仆悲、骆驼和驴。